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现在我们用的这些智能手机非常的聪明 我们刚和佳伦朋友聊过一些内容 手机好像能听懂我们讲了什么一样 每次总是能精准的向我们推送我们刚讲过的内容 例如刚和佳伦聊到 想去海边玩耍一下 手机就马上向我们推送 海边的一些行程和酒店的信息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的手机可以做到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调动我们手机的很多权限 录音拍照包括直接读取我们手机里的内容 这样来无时无刻的监听我们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四个步骤 通过这四个步骤的简单设置 让我们的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变得更加安全 变得更加有私密性 下面我就仔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哪四个地方一定要设置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赶紧点击下方的收藏 以便自己操作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视频来操作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呢 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这步要把手机厂商获取我们一些信息的这个途径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设置啊 打开手机的设置 然后呢我们往下拉 啊往下拉找到这个密码与安全 我们点击进去 点进去之后有一个系统安全 啊再次点进去 系统安全里面呢 我们往下拉 看到一个广告服务 啊这个广告服务啊 我们点击进来啊 把它给关闭掉 它会收集我们一些手机的信息啊 进行一些定向的广告投放 把这个广告服务啊 第一步给它关闭掉 嗯广告服务关闭了之后啊 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第二步啊 第二步呢 我们怎么设置呢 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啊 在设置里 这次是找到个人隐私保护 我们点进去 进入个人隐私保护之后啊 我们找到这个 查看全部应用行为 记录这一栏 我们点一下 啊 点了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 全部行为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 在这里面重新选一下 啊 全部行为 把它选择为敏感行为 然后排查一下 这个时候呢 稍微等待几分钟啊 他会把所有手机里面 执行过敏感行为的 包括调用我们啊 录音设备 包括调用我们摄像头 包括握取我们位置信息的 这些行为全部都会给排查出来 啊 这个敏感行为啊 等他全部排查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找啊 看有没有自己 不是自己打开的一些行为啊 如果有的话 在这里面呢 就直接进行关闭掉 啊 这样第二步也就完成了 第三步也很关键啊 第三步我们打开一下设置 打开设置之后啊 我们往下拉 啊 找到密码与安全 我们点进去 密码与安全里面呢 这个系统安全 我们还是点进去 系统安全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两个内容都要关闭掉啊 一个呢 是加入用户体温案计划 这个呢 他会啊 帮助啊 手机厂商收集相关信息 分析产品使用的情况啊 也就是呢 收集一些我们的一些使用信息啊 反馈给手机厂家 我们这个要给他关闭啊 这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还有一个呢 叫自动发送诊断数据啊 这个呢 也给关闭掉啊 因为他发送的数据呢 其中呢 可能包含我们一些定位的一些个人机器 这个呢 给他关闭掉 然后呢 第四步啊 也是最后一步啊 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 设置里面呢 找到隐私这一项 点击进去 在隐私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跟踪这一项 跟踪 我们点进去 跟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一个允许 APP请求跟踪 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给他进行关闭掉 好了 经过以上的四个步骤设置呢 我们的手机呢 会变得相对的安全了许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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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